朋友们好,上期课我为大家讲解了JSF的自定义标签 这期课我将为大家讲解JSF的事件处理 JSF的事件处理包括动作事件,直辨事件,以及我们的非时事件 同时还包括我们的即时事件 在学习我们的动作事件之前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一个新的标签 F-Triput 学习我们这个标签,首先通过我们的一段实力代码来学习怎么使用这个标签 打开我们的Apple工程,启动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然后通过浏览器去访问我们的应用 输入正确的地址 然后我们这边是大学的studentms 以及我们的login.jsf 这里我们是login.jsf 输入我们正确的密码pass02d 登录我们的系统,首先我们来添加班级 输入我们的班级名称class1 以及我们的接班时间,选择一个接班时间 添加班级 输入我们的第二个班级class2 输入我们的接班时间,添加班级 返回我们的组件面 在这里我们点击添加学生按钮 为class1 添加学生 student1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成绩 添加学生 然后添加我们的student2 点击一个分数 点击一个分数 为我们的student2 也叫我们添加student3 然后我们输入另外一个分数 这样 我们为class1添加了三个学生 然后我们为class2 添加三个学生 student1 输入一个分数 以及添加第二个学生 student2 添加学生 student3 这样我们给每个班级添加了三个学生 好 反过我们的组件面 点击我们的三组学生的按钮 大家看这里我们有一个列表 把我们的class2 class1 所有的学生列表都列在这里了 我们需要删除一个学生的话 首先 我们点击一下删除按钮 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class1下面的student2删掉 他的学生编号是1002 这里1002不在了 好 我们看一下后台怎么使用这个fattript这个差数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delete student 我们的学生列表是通过我们的for each标签来循环打印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按钮上面 这里有一个comment link 然后它的action是student边的delete student 然后我们给了另外一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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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tudent的id的值 我们刚才是1002的值 大家看一下我们后台怎么接收这个参数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gsf并不能像我们之前的 gsp的请求可以在我们的url下面加上我们的参数 那我们怎么传递参数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Permit这种方式来传递我们的参数 之前我为大家讲的fattript这个其实也能够传递参数的 看一下我们后台是怎么来接收这个参数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student边对应的delete student 打开我们的student边这个交内 看一下我们delete student怎么拿到参数的 我们通过facecontext 然后取到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 然后获得一个map Permit map 也就是说我们前台传过来的参数都是 一个建制队 装到我们一个map里面 大家看一下它的key和value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delete student边的 这就是我们的key 这就是我们的value 相对于我们的map来说 看一下我们的delete方法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studentID前台取到的是通过我们的permit 这个map里面去取通过我们的key 取到我们的value 而我们前的传过来都是十准类型的value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个转换转换成一个run类型的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学生列表拿出来 然后根据id相等的remove掉 最后返回到我们的页面 所以我们这个参数大家应该知道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f attribute 并有我们前面map的建制队 后台 然后根据我们的face context 去取得我们的前代传过来的request permit map 然后从permit map当中取到我们的key对应的value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个标签的使用 这是我们jsf传值的一个方式 但是跟我们之前的程序有所不同 之前用add的符号连接我们的建制队 传过传到我们的后台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f attribute的表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动作世界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web程序是一个http 不保持绘画状态的程序 而我们之前的故意程序是可以监听我们的状态的 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故意开发人员 更容易转换到我们的web开发当中来 jsf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通过动作实践 大家都知道我们jsf的方法上面 都是绑定到我们的按钮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按钮 那么肯定有绑定的方法 而我们想通过一个方法 获得很多种按钮 很多个按钮的响应 怎么来实现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到action event 通过event来处理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类 接下来的讲解都会涉及到这两个类 也就是我们的按钮在绑定我们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jsf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动的action listener 当我们没有声明这个action listener的时候 jsf提供一个默认的 而我们如果声明这个action listener jsf会检查我们这个声明的action listener 这个action listener 接受的是我们一个action event的事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动作按钮 所有的动作事件都会被监听起来 我们通过我们的实际按钮来学习这个动作事件 打开我们的外国应用程序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做了一个实验 然后在我们的deletestudent上面 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动作事件 比如说我们comment button 以及comment link上面都有一个参数 我们的comment button上面一样有这个参数 可以打开out问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action listener 这里有一个action listener 这就是我们调用方法之前 调绑定我们方法之前 要执行的一个listener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comment link 其实是绑定到我们的deletestudent这个方法 而执行这个方法之前 他肯定会执行我们的action listener 这个是这个上面绑定的方法 我们这里绑定了一个studentbin的loginfor这个方法 而我们的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的实例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loginfor这个方法 打开我们的studentbin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新方法 loginfor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loginfor传进来的是一个事件 我们的动作事件 action event 这里我们干什么 我们打印了 事件的源在哪里 get source 同时 同时我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的执行顺序是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方法上面都加一个新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打印一下system.out.println 然后打印一下我们的方法名 这里打印一下 this is deletestudent method 然后我们在这里打印我们的方法名 这里我们的方法名是loginfor this is loginfor method 好 在这里我们执行一下我们程序 看我们的程序会打印一些什么信息出来 然后一样的清空我们的console 我们调用delete这个方法 通过我们前台的删除学生的操作 点击我们删除学生按钮 等一下 对不起 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执行那些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里执行的是this is login method 然后我们的get source的值 是我们的htm common的link上面发生的 而然后执行this is delete method 但可以看一下先后顺序 首先我们执行的是loginfor 然后打印了这个消息 接着也打印了我们的get source这个消息 最后打印我们的delete method 那我们的整个顺序就是看一下我们的gsp delete student gsp 也就是说我们先执行的是我们的action listening上面的事件 然后执行我们的action事件 同时执行我们的action listening的时候 我们需要银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action event 这就是我们的事件 然后我们打印了事件的原在哪里 就是get source 好 这里就讲解了整个一个我们的action listener以及我们的action event 其实我们如果 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另外一方式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action listener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做的有一个demo 我们的log hand 看一下我们log hand 是干什么的 我们的log hand 只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log信息打印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需要 做一些log的处理 我们对 我们的操作做一些记录 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改一下代码system tm.out.println 1.tosdron 我们把我们的action event tosdron 打印出来 作为一个log 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台任何操作 前台的任何操作 都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 动作事件 全都log做 做些日子的处理 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使用这个 log hand 首先我们的log hand 要实现我们的一个action listener 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有一个方法 我们必须实现 persist action 这是一个抽象方法 在我们的具体实现内当中 要去实现我们的方法 我们这里就只是打印了一个 1.tosdron 也就是说打印我们action event的 tosdron 的方法 然后在我们的程序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delete方法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studentbin的delete方法上 去记录我们的操作 怎么做 通过我们的标签 deletestudentjsp上面 我们这里可以写一个新的标签 什么标签 首先去掉我们的action listener 然后我们加入一个新的标签 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另外一个新的圆形 faction listener 这里需要传什么值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值type 这个需要我们传进去 这个type可以对应我们的交内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做的locking hand tussel对应的包panguage locking hand 我们的deletestudentjsp上面这个值 locking hand点 locking hand这个角内 这个type 是针对的我们的action listener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实现我们的这个action listener接口 然后 传入我们的action event 这个来做完我们的操作 然后 重新起一下我们的应用 reistart 这下我们看它需要 又打一些什么信息出来 清一下我们的console的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浏览器重新登录我们的系统 添加我们的班级class1 接班时间随便说一个 以及添加我们的班级class2 返回主界面 添加我们的学生 class1student1 出一个成绩 出一个成绩 然后student2 再输入一个新的成绩 student2 输入另外一个新的成绩 添加学生 然后再为我们的class2 添加学生 student1 1 以及我们的student2 慢的student2 给每个班级都添加了三个学生 把我们的主界面 然后点击我们的三处学生 按钮 等一下 然后清空一下我们的console 现在我们的delete student gsp上面 做了一个新的绑定 f action listener 这就是我们的实践监定器 然后传了一个type字 看他会打印些什么信息 这个type的指示 我们的 type的指示 这是我们的login folder 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否写对 写正确 看一下我们的 f action listener type 这里type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交流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login 打印了我们的 一个 action event tudent2student的方法 好 点击我们前台的 三处按钮 看一下我们后台的打印 打印了 打印了什么 打印了我们的 这个信息 以及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针对于我们的 1.2student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打印了我们 event上面 axing event的图示准方法 我们的sauce值 是htmcomlink 3816 381d26 然后我们再点击 删除另外一个学生 看一下我们的后台 这个是我们前台页面 comment link 这个事件上的 ID 这是JSF给我们 付的一个ID 每一个按钮上的ID 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ID值 然后我们的事件的引发源 删除的引发源在这里 通过这节课的讲解 大家应该对我们的动作事件 Action Listener 以及Action Event 有一些了解了 下几个我们将继续讲解我们的 直辨事件 以及Face事件 和即时事件 构作业 第一 阅读我们的代码 第二 可以 大家能够 写一个小程序 写一个小程序 来实现我们的 动作事件 了解我们的 Action Listener 以及Action Event的用法 知道他们的绑定 相互顺序是怎么回事 好 这里可以为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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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